这个是姜豆花 这个就是小姜豆 看一下我觉得姜豆怎么样 这种这么嫩的姜豆啊 拿来做泡菜啊 特别的酸爽好吃 看一下 这么长非常漂亮啊 这是前男子现在来做的 越看越爽 看一下 它都是成双成对的啊 这个姜豆很怪的 它都是一双一双的长的啊 单的很少的 它要有半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没有谁跟大家解释一下 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这个姜豆 是成双的 成双的接啊 它不像别的别的只接一根 它一接就是两根 是不是 两条 像筷子一样两条 啊 双胞胎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专家也解释不清楚的 对不对 看一下 哎呀 这个专家也难解啊 没办法 所以 奇奇在这里就求解吧 希望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在视频下方 评论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个姜豆 它开花以后 它一长 就会长两根啊 就会长两条姜豆 它不会长一条姜豆 就这个原因呢 我都非常的纳闷啊 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吧 欢迎大家多多评论 转发 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